第六號颱風煙花 它的目前位置在台北東南東方約420公里的海面上 相較於昨天一整天近似緩慢的速度 在昨天的深夜到今天清晨 颱風稍微有點加速朝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我們預估它未來還是以每小時8轉1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溪的方向移動 在它移動的過程當中 它的暴風圈未來將逐漸進入我們的整個東半部的海面 包含台灣北部海面、東北部海面跟東南部海面 這些地區都要嚴加戒備 而過去整天都受到它的外圍環流的影響 我們從雨量的觀測圖上面可以看到 從21號到23號這段時間 整體的累積雨量最多還是在整個北台灣地區 尤其在新竹縣超過400毫米的雨量 另外在苗栗、桃園、新北、宜蘭也都超過200毫米的雨量 除此之外在中部的台中跟彰化地區 有一些地區有一些局部大雨出現 我們要提醒下雨的情況到今天到明天都還是持續 尤其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這段時間 颱風是最接近台灣的時候 所以整體的下雨的情況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 相對是更明顯一點 我們從今天這樣發布的豪雨特報可以看到 目前還是針對了台中以北地區跟宜蘭地區 發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在整個北部的山區、宜蘭的山區、桃園市、新竹縣 也會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情形 而這樣的豪雨特報 我們會隨時更新未來整體的降雨預估 而逐步的更新 我們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白天整體的電量降水預估的情況 整體上來說 全台各地包含澎湖金門馬祖都容易下雨的 尤其又是在北台灣地區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發生的機率 另外在中南部的山區也可能會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情形 特別是在山區的部分 我們還是要提醒過去三天累積的雨量已經相當的多 而這樣的降雨來說 在今天整體來說都還有豪雨等級以上的雨量 白天的下雨是如此 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 我們也可以看到下雨的趨勢 在量值上來說趨勢上是增加的 這跟我們剛剛提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這段時間 相對颱風是最接近的時候 所以颱風的外圍環境的影響情況之下 下雨的情形是更明顯 再次呼籲北台灣地區 尤其在山區的部分 可能會有局部豪雨等級上的雨量 而最近就適逢大潮 適逢大潮期間 像這種下雨比較明顯的地方 尤其在漲潮的時間點前後 比較低派的地區 可能都會有一些積鹽水的情形 而至於颱風在接近的過程當中 浪已經逐漸明顯起來 從過去觀測都有2到4米的浪高 甚至在我們看到馬祖地區 還有在東半部的花林這些地方 都已經超過4米的浪高來看 海邊是相當危險的 而且預估颱風在更接近的過程當中 包含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有些局部地區甚至會有達到6米浪高的情形 請大家如果沒有必要 請避免到海邊活動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風的部分 在颱風接近的過程當中 我們剛剛有提到 今天在逐漸地接近 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相對是最接近的時候 而我們過去看到觀測來說 在中南部地區 都已經有平均風達到6級的情形 甚至在恆春半島 還有我們的吉隆北海岸這些地方 甚至有達到震風10級的情況 以今天來說的話 在整個西半部跟東北部地區 還有外島的澎湖金曼馬祖 可能都還是有8到10級的強震風 而紅色的部分代表是強風的範圍 到今天晚上之後 颱風是更接近一點 整個北台灣地區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顏色更紅一點 代表趨勢上風力會增加 尤其是在新北宜蘭交界 吉隆北海岸這些地區的風的趨勢 會逐漸增加 會更明顯 時間相對也是比較長一點的 而颱風在更接近到明天上午的時候 一樣北台灣尤其是剛剛提到的新北宜蘭 這些在北海岸地區的沿海地方的風 來說還是更強 那麼在恆春半島依舊還是要留意 可能還是有8到10級的強風情形 那麼我們要提醒大家 過去在這段時間 下雨在北台灣已經明顯起來 我們在提醒的是 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這段時間 颱風影響是最明顯的時候 在雨勢的部分 北台灣要注意 可能在山區都有豪雨等級以上的雨量 另外在風力的部分 雖然說颱風距離我們還有一段距離 但是在基隆北海岸 還有在我們東北角這塊地方 因為一些地形的影響 所以說它的風力來說 會比較強一些 可能都會有8到10級 或稍微再強一點的震風出現 大家務必要小心安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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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